可是眼前的立法院 就還是在對峙 還是在衝突 尤其包括最近很多的媒體評論 像是這個瘋傳媒幕後 直接說標題直接下了 韓國瑜一夫當官 賴清德官官難過 那柯建民現在是傷透腦筋 那的確因為我剛剛 特別提到了老柯柯建民 他前幾天的失言 讓他一直出來不斷的道歉 因為他講花蓮大地震是老天有眼 所以才擋下了國民黨的法案 救了台灣的民主 那他自己也知道是嚴重失言 所以他也有一直出來解釋道歉 那其實我比較看 看的是這個背後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包括柯建民一連串的這些表現 是不是也是因為 也真的急了或是沒招了 那剛剛堅哥私底下有透露一下 就是說是不是立法院 這一屆的新國會一開始的方向 就有點錯誤 有點走路 我個人是認為說 柯建民有過去他的貢獻 但那時候是在多數黨的時候 那做法當然比較不一樣 而且我們時代社會 一直在進步當中 那每一天都是一個動態嘛 那每一天的民意都有起伏 所以我認為柯建民他過去的貢獻是有 但是對於現在的情勢 我認為他應該看得要更清楚才對 更退一步冷靜地觀察 我們整個社會民意的變化 還有國家的需求 也就是說如果為了整個國家好 那你退一步看的話 就是說我們在協商商量事情 我們身段要更柔軟 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賴清德會指派 卓榮泰來擔任行政院長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 就是卓榮泰他聽得盡各方的聲音 而且他的聲態也非常的柔軟 他願意來跟各方來折衷商量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柯建民如果繼續擔任 我們黨團的總召的話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他確實這個生態 他要做一些調整 那當然他過去的做法 因為過去他總是百戰百勝 難免現在覺得有一點 越來越困難 那韓國瑜的部分 我是認為這樣 韓國瑜他到目前為止 至少他立法院長的部分 四個字重規重矩 而且他主持因為到現在為止 我看不到他有任何的偏頗 那當然他也樹立了 他應該有的 應該做的一些風格 這一點很好 我倒是期望說他能夠繼續下去 那如果說要寄望說 韓國瑜會犯什麼差錯 然後讓各黨有機可乘 我覺得這個都不好 我們各黨都應該把自己的成功 那就是寄望在必須要靠自己黨的努力 不是說他黨的哪幾個人 他就犯了什麼錯 那你的成功必須建立在人家的犯錯 這個基本上這種假想就是錯誤的 更何況他們先前在研瑜韓國瑜的部分 我認為那個大可不必 因為這是不了解他當時的工作型態 那因為當時我擔任過議員 我長時間在觀察他在北農總經理的 因為我必須監督 所以說實在話我有兩三天 你也盯得很緊 我有兩三天 我有到果債市場去看他們的運作 我當時是要去抓菜蟲 我是要抓說這樣子的拍賣制度 為什麼不能十足的用電腦 為什麼一切都還是要依賴手工拍賣等等 我是要去抓問題 所以我有看到一些事 所以我倒是認為 本來你在什麼工作崗位 就有必須依照那一個工作崗位的 工作性質這個Timetable 時間生態作息上面就是不太一樣 所以不應該拿這些過去的 這個來當現在這個工作的標準 這個是錯誤的 所以我是認為大家各安其位 那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來表現才對 那目前為止 韓國瑜表現得很好 那柯建民也很盡力 可是方向上面 我覺得他應該要調整 比方說我們要跟在野溝通 像最能夠溝通的白色力量 雖然他只有巴喜 但是畢竟過去白色力量 他也聲稱他是墨率 然後在九年前我們也幫過 柯文哲來擔任選上台北市長 所以大家還有過去的交情 合作的經驗可以談 那不應該說就是把它打到一邊 當然現在柯文哲發生新的議會 檢舉他的一些認為是弊案 那那個歸那個慘 但是整個民眾黨 還是大家應該在立法院 大家來尋求合作 當然國民黨也會去找白色的合作 那就怎樣就應該 我認為民眾黨如果他有大智慧的話 他應該就開放 就是讓不同的政策 大家追求不同的方向 來跟不同的政黨來合作 有一些國家大方向上面 向對國防的堅持 向對綠色能源的堅持 這一點白色力量 民眾黨是跟民進黨 過去就站在一起了 這個我們可以合作嗎 但對於其他方面 他要跟藍軍合作 那我們也不去約於他 到時候大家就看 雙方各自合作的成果是怎麼樣 對 可是憲哥你會不會覺得 到現在看下來 好像綠白合作會更難 因為每天雙方對罵 然後陳昭之也在講 誰每天一直罵 還要跟你合作支持你啊 所以這個會不會是 接下來就是這樣一個態勢了 所以整個這樣下來 四年會很嚴峻吧 所以我一直認為 我們立委像邱委員 像我認為說像媒體 你們就是監督嘛 你們就是不管 不管是政府也好 立法院也好 你就是執政者監督 在野者你也監督 這是媒體的天職嘛 那像我們立法院 我們民意代表 我們的天職就是監督政府啊 是啊 即便這個政府 我們自己執政黨 那我們啊七分配合 也要有三分監督嘛 所以監督是一定的 那既然是這樣 113位立委不管藍綠白 既然大家共同的方向 監督政府是很重責大任 至少佔七成的任務 那至少在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合作 但是在政策的配合上面 可能每個黨裡面 黨只是大方向 但是各自政策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比方說我們現在 對刑法的修正 比方說現在詐騙集團這麼多 我個人就提案 我就認為說刑法的詐欺罪 要從一年以上 改成三年以上 這是最起碼的 這樣至少讓檢察官 不得對這些詐騙犯 去還舉訴 然後進到法院以後 也不得對這些詐騙犯 去還刑 比方說 這一個就是不分黨派 那大家都應該會支持才對 因為這有我們的共識 比方說我們對青少年的維護 兒童青少年的性剝削法 這個我們認為都應該加重 不但要加重刑法的部分 對於這些嬰兒獲利 在做這一部分製造販售的業者 我們還要刻意 民法對他沒收 對他的罰金的加重 來遏制這些惡劣的行為 這些然後處罰 也不只是對製造者 對需求者這一方 也要刻意重罪 這些都大家不分黨派的共識 那既然有共識 那大家共同來去推 這個就不要以黨派 來到時候來做投票表決 這個我覺得就不適合 對如果說有些 對民生好的法案 確實大家要一起共同來支持 對比方說加薪減稅 加薪減稅我那天在提案說明之後 我就發現除了我們民進黨 當初沒簽名的 大家都同意以外 連民眾黨 甚至國民黨的財政委員 他們聽得也覺得很合理 加薪減稅先前 這麼多幾十年下來 我們政府只落實了一次 因為它有一個前提 加薪減稅的前提 就是說失業率要連著六個月 有超過3.78% 但是這一個條件 很難去達成 所以落實加薪減稅這樣子 歷史上到現在只有一次 那我認為就應該 把這個障礙 這個設限把它取消 取消以後未來 我們各企業 尤其中小企業 要對於中階級薪水的 趕快來大幅的加薪 因為它可以減稅 這個就做得到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 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收集團 衹水 遷致 這就是 如果你鬥 高速 我可以找我 大小的 我可以找你 保養 也希望你找我 未能